這我在新聞上有看到 我知道鞋子哥策略長 對於女孩子這個部分 有發出敬愛令 OK 嗨大家我是抱子腿方常用 我們今天非常榮幸的 請到了一位不得了的人物 孫鞋子 鞋子哥 唐勇好 所有抱子腿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今天請到鞋子哥 最主要就是想要來聊聊 鞋子哥今年是 台綱Winstar的策略長 對 同時他又剛剛從美國回來到台灣 那第一個問題 我就想要詢問鞋子哥 到美國去有看到一些 什麼樣不一樣的場景 或者是什麼 其實這一趟去美國 他們其實還多我 大概一天半的行程 我反而是球賽的行程結束之後 我就趕凌晨的班機再回到台灣 因為台灣有事 我的話大概是去了七天 每一天的行程都還算很滿 去參訪的 然後要去練習的 像我們飛機一落地 然後到那邊其實是早上的時間嘛 就馬上找了一個場地 然後去幫他們做舞蹈上的編排跟排練這樣 然後就很快的就去參加什麼 Welcome Party 然後到哪裡去參訪 然後休息 隔天就到了球場去 這一次一共去了兩個球場 一個是奧克蘭運動家隊的球場 然後一個是洛杉磯天使隊的球場 好像過往都有辦過台灣日這樣 我覺得今年可以說是非常慶幸的 Winstar成立才第一年的時間 然後就收到了三支大聯盟球隊的邀請 上個月他們就去了西雅圖水手隊的日 我覺得很開心 但遺憾的是就沒有多餘的時間可以看球賽 因為他們除了去做賽前的表演之外 局與局之間還有很多事情要忙嘛 比如說移動到外面去 跟當地所有的華僑做見面會跟拍照會 到什麼棲局的時候要走到某個地方去 跟大家一起跟著音樂 然後唱歌啊這樣子去做互動 所以就很可惜 完全沒有辦法好好的看球賽 特別是洛杉磯天使隊那天還隊到陽雞隊 所以就有一點點可惜 但是對自己來說是很棒的一個體驗 然後也可以因為Winstar的關係 進到了大聯盟的球場 覺得很新鮮的 這個很不容易 尤其又是剛成軍的啦啦隊 受到大聯盟的邀請 這個起步跟聲勢很好 請繼續維持 這趟去已經去埋通了這幾支有趣的地方 就希望明年繼續邀請Winstar OK 那我們知道邪志哥他是台岡Winstar的策略長 那我就非常好奇 觀眾朋友應該也會一樣有個好奇的心態 策略長他主要的工作內容是什麼 先來簡介一下這個職位好了 英文的縮寫是CSO 我們大家知道執行長是CEO嘛 那其實在公司底下這個職務呢 他比較偏向的就是 如果說以內部的話就是譬如說 人事啊研發啊 然後管理策略等等的 然後對外的話就會是有關於行銷啊 策略聯盟啊 然後產品的聯盟等等的 策略長的這個角色需要 要對於公司自己的產品要很了解 知道我們的產品優勢在哪裡 然後對外要去怎麼樣做行銷 跟做怎麼樣的策略聯盟 這都是策略長的工作 那可是其實這個職務 比較偏向在集團才會出現 一般中小企業就沒有像策略長這樣的職務 那你反觀之 我剛才講的這些東西 再移回到台岡集團 跪田文創WinStars的策略長 也就是關於WinStars的這一部分 就是由我來幫他們負責形象上的訓練 表演上的訓練 然後對外的推廣 跟怎麼樣做聯盟 怎麼去做操作等等的 這個都包含在我的工作範圍之內 那比方說像這一次我們去了大聯盟 我就說我很忙的原因是因為 不管是球隊或者是跪田文創都很新 過去都沒有過相關這樣的經驗 這一次去我就很快速的 舞蹈的部分我就先做一個調整 然後去提醒他們說 上了球場必須要對哪個位置 因為外野是最難對位置的地方 很多人都只看表演 可是你們都不曉得在表演的背後 可能需要付出很多的心力 據我所知只有西雅圖可以 讓他們提前一天到現場去彩排 奧克蘭運動家還有LA的天使隊 我們都是到現場 我們只能在別的地方自己排練 可是到場上去 外野沒有任何地方可以對位置 所以你有可能會站偏 整個隊形有可能會變這樣 或是會變這樣 那我的工作就是帶他們去之後 我的好處就是我自己本身也是表演者 然後我又是從事幕後的工作人員 所以我可以很快速的去告訴他們 要從哪個位置去對 比方說去奧克蘭運動家 他們還沒出去的時候 站在正中央的是田魚 那我就提醒他們那七個人 我就跟他們講說 田魚往這邊看過去 二雷雷包對頭首秋高起來的那個地方 只要對上一直線就是球場的正中央 你很重要 你一定要站定 那你站定之後周邊的人就可以 依據中間的位置再站好定位 那怎麼站 像我們國小跳運動招 沒有沒有沒有 所以你要一個默契左右互看 這一點就非常的重要 那像LA天使隊他們就還蠻好的 因為他有給我們名額 所以是我帶他們進到場內 而且我還蹲在他們的正前方 所以他們就完全不用擔心正面在哪裡 因為我蹲的地方 我幫他們做側拍的地方 就是在正中央的地方 像這些都是表演上的小細節 然後包括舞蹈上的整齊度等等 這都是我個人非常要求的 所以網路上也都很開心 很多網友在講說 就是目前現在六支啦啦隊看起來 他們都覺得台剛的啦啦隊的整齊度 跟整體的舞蹈實力是非常堅強 是高的這樣 其實哥其實在大概2016年的時候 在Lamigo時期 就已經有經營過Lamigo這個團體了 那我們先講之前 之前2016在經營Lamigo的時候 其實在2012年的時候 我就自己開了自己的經濟公司 組了一個自己的女團 自己也就喜歡嘛 然後有一個相關的經歷 因為我就是對於出想法 出創意包裝 然後怎麼往外推銷這件事情 就覺得很有意思 一直都覺得自己很喜歡 然後在2016年的時候 其實當時的啦啦隊 應該講說中華職棒啦啦隊 當時的環境就是在各隊都會有一兩個 比較突出 聲量比較高的啦啦隊隊員 可是就僅止於在啦啦隊 然後僅止於在球場上 有他們自己的一片天地 在那個時候 我就去跟當時的領隊跟婦女隊聊天 因為他們就找我去表演嘛 就一個姻緣際會 我當時就跟他講說 我有這樣的想法 你們想不想要嘗試看看 我覺得可以突破 我用我的經濟公司 來跟你們合作 跟球團合作 我來想辦法讓女孩們 更往上一層樓 因為我當時的邏輯就是 台灣的唱片圈已死 我講直白一點 就是已經死了 紅的人他永遠就是這麼紅嘛 下面的新人 你永遠都上不去 因為這些人永遠站在這個位置 然後新人公司也不可能砸大錢投資 所以你看到的畫面 聽到的音樂出來的場面 永遠都比不上已經在線上的 因為你做這樣的投資 也不見得能夠追得上去 唱片公司一直在沒落當中 沒有任何一家唱片公司 會願意在花大錢投資團體 在那個時期 所以我就跟他提說 我覺得啦啦隊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優勢 就是他們有球團在背後撐腰 而且他們整年下來 並不會有沒有舞台的這個狀況 因為有球賽 對 我們今天是個歌手對不對 我出唱片可能就只有 兩到三個月的宣傳期 然後這宣傳期上個電視 還只拿一三五頂 因為你要去宣傳 你還要拜託人家去唱個歌 也拿不了多少錢 兩三個月過後 沒了 宣傳期過了 你也什麼都沒了 也都沒工作了 可是女孩還有舞台 然後我又抓到了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為什麼啦啦隊不能變成藝人 那為什麼你成為藝人之後 不能繼續當啦啦隊 誰規定 所以當時我就提了這樣的一個想法 領隊給了我蠻大的空間 他們也願意這樣去嘗試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樣三方的合作 然後由我來幫他們做包裝 做了一個唱片 然後把他們推向電視台 有點像是女子偶像團體的模式 然後往很多的電視去push 算是在那個時候 第一組啦啦隊可以要上螢光幕前 然後正式成為藝人的一個狀況吧 就是關於你們兩個人 對於彼此的第一印象是什麼 就是偶像啊 就是球員啊 然後加入我的明星棒球隊 我就很開心 就是因為這樣而認識的 那再問一下第二題 就是你們兩個的話有一起出國嗎 所以出國之後 你覺得有別於第一印象嗎 你覺得有什麼差異嗎 講個三點就好了 我沒想到他這麼會帶路啊 他很會看Google地圖耶 很厲害耶 這算是才能嗎 所以我不知道他對日本是這麼熟悉 經過這次出去才知道說 原來他都會自己去到日本 還獨自一個人去這樣 第三點沒有 只有兩點 我對他嗎 這個人好 好無聊喔 哈哈哈 其實我已經很無聊耶 你知道嗎 為什麼我後來發現我跟長友 好像有點聊得來的原因是 我們都很無聊 但他比我更無聊 我就算再怎麼無聊 我都還有興趣啊 比如說棒球真不用多說 因為你這是從小到大 啊我喜歡 我都還會追劇啊 看電影啊 我會打電動啊 我還有品影威士忌啊 去考證照啊 但是長友真的什麼都沒有耶 超級無聊 他也不追去 要他喝一小口酒好像要他的命 然後他也沒有 超過三點 哈哈哈 也不打電動 我有開始在打電動 開始在玩那個什麼 swish 好這個是後來強迫他培養的興趣 那個時候在經營Lamigo女孩的時候有沒有遇上什麼困難 困難蠻多的耶 從職棒啦啦隊圈的 算是草創棋吧 沒有人這樣做過嘛 所以我也一直在try 那我覺得最大的困難是在於 其實當時我一直想要把女孩們的經濟約 不管是簽在我的經濟公司也好 或是簽在球團也好 我希望是完完整整的把經濟約拿過來 這樣子公司或球團才能完整的去 管理女孩們的工作性質 以及內容 就跟唱片公司一樣嘛 今天我要投資你 那你必須得要簽給我這些年籤 而且是全經濟 我才會放心投資在你身上 不然哪一天你紅了你就離開了 你就跑了 對 或者是說你也不是我的人 然後我一直投資你 然後人家把你挖角就走 所以前一陣子就有媒體在問我說 現在一例這麼紅 你會不會很擔心他被挖角這樣 可是我一點都不擔心啊 因為台岡雄音的Wing Stars的操作模式 跟其他五隊的模式是完全不一樣 我們是全經濟管理 而且他們是素人起步的 所以不會有這個狀況 所以那個時期我在喬合約 喬得非常辛苦 最後我等於放棄了 你說在Lamico的時候 所以就變成有點像是女孩們自己 然後經濟公司 然後球團 有一點點三方 那女孩們也有他們的自主權 因為他們有自己想接的工作 想要賺的錢 可是對我來講 我覺得如果你今天想要再把位子往上提升 有一些錢是不能賺的 不該賺就不能賺 對啊 這有關於形象的問題 那我知道閒事哥有拉拉隊教父之稱 所以現在來到了Wing Stars 當任策略長 成立到現在這段時間 一定會遇上一些困難 比較困難的部分 應該是成軍的時間很短 可以做訓練時間 其實壓縮的非常非常緊 到目前為止 嚴格講起來成軍還不到半年 你看我們從決賽完出來之後 女孩們要在最短的時間 學會所有的舞蹈 所有球員的應援舞 不管是要嗆死啊 或是開場啊 或是球團的任何舞 他們就只能硬生生的 在很短的時間 把這些東西全部吸收 其實對我們也是 壓力都很大 因為很壓縮 他們的這個壓力 對他們來講也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是個學習 不過我覺得很不容易的是 我們進場去看他們的表演 其實都非常的整齊 那這個部分是有經過很 特別要求 我一直在講說 我很感謝就是球迷朋友們 其實現在進場看球 不是只有看女生在那邊跳跳跳 他們還會去 有很多的方向啊 去做考量啊 去做觀賞 我很謝謝很多的球迷 很仔細的看到就是說 WINSTARS的舞蹈 真的是最整齊的 有關於這一點 我的感受是 我非常要求整齊度 包括擺手的角度 包括不能跳錯 包括走的位置 我其實有一個群 因為畢竟 台岡還是在高雄嘛 球團有主場的行程 他們就會傳訊息 告訴我說今天有哪些事 然後他們會側拍他們的排練狀況 跟表演的狀況 然後一有問題 我就會馬上在群組裡面講說 那個誰是不是跳錯了 留意一下 幫他看一下 是他錯還是他錯 就是我會去留意這件事情 相較之下 因為我們很新 所以我們要更努力 另外一個狀況就是 因為其他的隊伍 我沒有說他們不好 但是因為他們在球團也很長一段時間了 所以他們在排練的時間上 就會縮短很多 比如說這次有主場 那我們就花個三小時把這舞練一練 可是對我來講這樣不行 我覺得不管你在球隊多久了 只要是上場 他就是表演 因為你要為自己的表演負責 所以不能只有排完三小時 他就上場 三小時過後 你還要再去雕舞 你還要再花時間把舞蹈弄整齊 然後再搬到檯面上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很花時間的 真的是專業 真的很花時間的 如果今天有一出 要找你們兩個人演電遊戲 你們兩個願意一起演 如果你們願意的話 兩個人現在是否可以 兩個人把手舉起來 然後互相看著彼此的眼睛 然後十指緊扣三秒就好了 我不要 你覺得這樣子是可以的嗎 十指緊扣還要看雙眼 三秒就好了 他不是演員他沒辦法 對啊 我就算演了這麼多年戲 我也沒辦法 哈哈哈 你這個答應下去 他等一下就叫你演演演戲了 哈哈哈 但我們知道現在中華職棒 其實有一些網友說 嗯 啦啦隊的熱度高於球員 有很多人是進場 只是看啦啦隊 而不是看球賽 那在這個聲量的部分 你以一個經營者的角度來看 怎麼看這件事情 當然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想法 可是對我自己來說 隊內啦 我會跟Winstar是說 首先 你們現在已經是 台陽雄英的啦啦隊 未來可能會是藝人 你們要以成為女子團體 未來要朝這個方向來努力 我會跟他們講說 但是在球場上 你們就是附屬的 因為球場上的主角就是球員 比賽是本職 球員是主角 啦啦隊是來輔助 讓這個比賽看得更精彩 更熱鬧 所以你們的角色 應該是在那個地方 不管球隊是領先或者是落後 你都要扮演好一個輔助的角色 要帶動起球迷們 領先就把那個氣氛再帶起來 落後也沒關係 要讓球迷覺得還有希望 我們要繼續加油 這是啦啦隊的本質 你是不可能跨越那條線的 因為球場的主角 還是球員 對外來說我覺得 可能也不用那麼嚴肅的去看說 好像現在變成本末導致 大家都在經營啦啦隊 錯 你不得不去承認 台灣的啦啦隊 應援文化 已經成為了全世界 獨一無二的一個趨勢 所以我們必須得要好好利用 這一個趨勢 很多國外的朋友來台灣看球賽 他們是很開心的 他們覺得說好新鮮喔 好熱鬧喔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一個特色 你也不可避諱的就是說 啦啦隊確實也讓球團 帶來了更多的 商機 對行銷的商機 相輔相成 只是千萬要記得 只要是在球場上 球員就是主角 啦啦隊就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可以了 那如果以球迷的角度 買一樣的票價 你進去有啦啦隊 可以看又可以看球 對啊 多划算 這樣就好了啊 就算只去看啦啦隊 也無所謂啊 有時候你看1例好了 一直看看看 看了10場15場 突然發現棒球 好有趣喔 你突然愛上棒球了 何樂而不為 我們就是要讓更多人喜歡棒球 才會有這麼多的行銷 包含在這裡面 尤其是在啦啦隊的部分 尤其是台鋼 他們今年因為鋼成軍嘛 那所以說實話一定會敗多勝少 那在這個時間點 可能球隊會處於在低氣壓的狀態 或者是比較經常性在落後 但是啦啦隊的女孩啊 那個笑容 他是經過訓練的 笑容一定要有 因為你在台上 有太多炮哥在拍人 連走路都是有炮哥在拍的 所以我的要求會是 你就算是連上下場 連進去走出來 你就是要成為一個藝人的樣子 只要有人在 你就是要有一個藝人的樣子 保持好自己的形象 然後你要維持好笑容 因為你永遠都不會知道 鏡頭什麼時候會拍到你 我指的是球場 如果拍到你在那邊一個兵這樣 你就會被罵嘛 然後大家也覺得你不敬業嘛 累大家也都累啊 球員比賽也累啊 球迷跟著你跳舞也很累啊 所以你要keep住那個狀態 就跟我們當藝人也是一樣嘛 我們上了舞台也不可能就是說 累了就在那邊這樣 除了實境節目 可能有某一些效果要呈現 必須得做 你只要上了舞台就是得要維持住 那我們知道台綱今年有兩位 韓籍的大大隊 安芝萱以及Miko 對於這兩位啦啦隊 加入台綱 你有什麼樣的看法 啦啦隊的外援 第一位正式加入的就是李多惠 那我覺得也很棒 其實就帶起了一個風潮 有點像是每一支球隊都會有 外籍選手的加入這樣 那台灣的啦啦隊文化也變成有這樣的一個現象 其實你要往好處想 國外的人願意來台灣發展 那就代表我們的這個產業是蓬勃的 他們才會願意來 不然我就繼續待韓國就好啦 我韓籍也不錯啊 又有籃球 有什麼也都有嘛 會有這個現象 其實我覺得是好的 其實就是幫各隊 天真的不一樣的一個色彩 當下能做的事情 對我來說 我就是公司盡量的去Push 然後盡量幫忙 我想應該各團都是一樣 就是合約簽的時間都有限 也就是說 他隨時會有離開的狀況 要做長期的規劃的話 就是除非兩邊都有很好的共識吧 所以能做到什麼地步就盡量做 比如說明年我的WingStars 我又有不同的規劃 今年我有該做的嘛 比如說把實力奠定好 把聲量拉起來 把他們的表演 然後還有訓練的課程拉滿 讓他們可以完整 然後年底選秀完 明年的WingStars會更完整 我就會再做別的事 可是安還有Mingo 到底明年會是怎麼樣 我們不能預測 當然能留下我會很感謝 就會有不同的一個操作模式 他就有點像球員的外籍球員 合約都會相對於本土的拉拉隊 還要來的比較短一點 所以一定會有這樣子的問題出現 外籍球員都有打到一半 跳脫條款了 對啊 所以是是難預料 本土的拉拉隊 在這個部分 你有沒有給他們特別的要求 因為我們知道外籍的拉拉隊 如果跟台岡這一批全素人的拉拉隊 他們一定有值得學習的地方 那你有沒有給他們一些什麼樣子的功課 其實還好耶 我覺得像安之軒Mingo 他們本來就已經在韓國有一定的聲量 然後他們在拉拉隊的表演上 也都還滿有經驗的 當然相較之下WingStars就很新 所以無所謂 我還是一樣 你只要把表演做紮實 訓練做的紮實到了場上 你就不會那麼慌張 整體來講就不會有什麼太大的落差 我覺得那是自我要求的問題 所以我對於所有的新人都還是一樣 就是自我要求很重要 還有就是你自己要把遠光放遠 現在還那麼年輕 你要知道你要做的是什麼 如果你今天就早早來告訴我說 我不想要弄那些有的沒的啦 以後還要唱歌拍戲什麼的 我不要 我就是想要當拉拉隊跳舞 跳個五年 然後我就要結婚生小孩 你也可以告訴我啊 我無所謂 謝謝你還先跟我說 那我就不用浪費心力跟資源在你身上 但是如果你自己是有企圖心的 你有目標的 那請你就要把眼光放遠 你要花更多的時間在訓練跟讓自己更好 這一個集團是有規劃這些女孩子 未來的走向 對 這樣子的話我覺得真的是蠻不錯的 就是你們覺得對方像什麼動物 動物 小狗 因為很會走路啊 不過他去日本走好多路喔 跟小狗有沒有關係呢 小狗很會走啊 小狗很像都走不累啊 我那個忌步器我告訴你 我們一模一樣的行程 我就硬生生一天就少掉了兩百步的路 兩千步喔 哈哈哈哈哈哈 奇怪我為什麼會多那兩千步啊 因為他走到一個地方你就坐著了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我一定要講 可能是我腳比較長 我走一步你們要走兩步啊 沒長到這種程度 哈哈哈哈哈哈 你是個很好當朋友的人 旅遊好咖 因為沒什麼想法嘛 你安排好他都跟著你這樣多好 動物呢 他就是那個我現在突然中文想不起來 卡比巴拉那個是什麼 你就是水豚君 水豚君很可愛耶 對 我不可愛喔 我指的不是長相像水豚君 他的行為像水豚君 因為他就是你都不管他的時候 他就是很緩慢的 啊跟任何人都可以好好相處 因為水豚君可以跟任何動物 怎麼弄他都相處在 也不會有脾氣 也不會怎麼樣 他就很好相處 可是水豚君要跑起來也是很快喔 他不是一直都那麼緩慢 他不是樹懶 就他還是運動員 好那接下來要問這個 比較相對勁爆的話題 嗯 這我在新聞上有看到 我知道 邪志哥 策略長對於女孩子這個部分 有發出敬愛令 OK 敬愛令這個事情是這樣 就是說 我覺得合約上 其實是不會有這個東西出現 明文上不太有 真的寫說 你不能談戀愛 因為這個事情是這樣 我們都年輕過嘛 請問你爸媽禁止你談戀愛 有成功過嗎 沒有 你就算禁止他談戀愛 他一定會有方法談戀愛 所以你其實很難禁止 我們能做的就是口頭上的提醒 就是說 因為你們正在起步 你們正在努力 你不像我們就可能已經到了某個階段 然後也有一個年紀了 正在努力的過程當中 你要清楚你現在正要做 跟你要努力的事情是什麼 因為談戀愛很麻煩嘛 談戀愛就是兩件事嘛 就花錢跟不睡覺 好不睡覺可能可以啦 但不睡覺它可能會影響到你的訓練 體力健康可能都有 那花錢也是 你現在也沒有那麼多條件可以花錢 可能就得衡量一下啦 並不是說真的 完全不行 而是你要去了解 什麼事情現在對你來說是重要的 那我把它統整一下 就是在合約上沒有出現 嚴禁談戀愛 就是只要不違反的 比如說你自己去做了很多不應該做的事 吸毒啊 就是做這些才會違反到公司的合約 反正就是以經營者的角度 他就必須要去提醒這些女孩子 沒錯沒錯 就是讓他們知道說 你們現在應該要做些什麼事情 那我們也都知道 談戀戀愛 對象顯示跟剛剛講的 一定會耗費掉你的精神 金錢 甚至你的心可能就會 你又多一條支線要去做了 比如說明天 或者是接下來是重要的訓練 接下來可能有重要的表演 你每天就已經夠累了 然後回去之後 還在跟另一半吵架 好說 你都沒有時間陪我 我可以養你啊 多花心力做這件事 不是現在該做的事情 全數人嘛 又在剛起步的時間點 經營者的角度 確實會希望更專心一點 不要有任何的機會去出錯 心態要改變 他們要當自己是藝人 那藝人對於公司來說 就是非常重要的資產 我們當然就是希望說 你要好好的經營你自己 你不要出錯 真的有太多太多正在發生的先例 有多少藝人做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自己把自己的羽毛折斷 那到底要幹嘛 忙了老半天 突然有名有利了 你就覺得自己天下無敵 就世界上沒有這種事 天下無敵 只有你在台上的時候 下了台 你就是一般人 就這麼簡單 好 那我們要詢問策略長 對於Winstar未來的規劃有哪些 就是要很感謝就是台岡集團的會長 我覺得他給了我們很多的空間 而且他也非常清楚 我們才剛剛起步 所以那個腳步一定要一步一腳印的 很扎實的 踏穩的往前進 這個很重要 Winstar的規劃會是非常長久 今年最重要的目標就是希望他們可以站穩舞台 然後把表演做好 提高他們自己的一個聲量 我覺得光這樣子就夠了 因為才第一年 其實我原本都還很擔心 一個全新的球隊 因為我們不像衛泉龍 我們還有很多的老龍迷 比如說像我本身就是老龍迷 還是有部分的聲量存在 它等於是回歸 可是台岡雄音是 從零開始奠定起所有的群眾 來支持他們 所以Winstar今年最重要 就只有一件事 站穩 扎實的訓練 就這樣就好了 年底還會有選秀 對 這也是我想要詢問的 明年會再增加更多的Winstar 明年開始 看成員的多寡 會再有不同的規劃跟安排 可以請大家拭目以待 其實我自己腦袋想的是已經 三四年之後的事情 以往是可以穩穩的照著自己的想法 一路往後走 那我們知道在今年 就是澄清湖的開幕戰 第一場就開出了紅盤 那那個時候心理的感受是怎麼樣 很感動耶 因為我自己本身又是高雄人嘛 那高雄真的很久很久沒有看到 在澄清湖棒球場有這麼多的人潮 這樣的歡呼聲啊 然後熱情的場面啊 我還記得那個時候 因為是台岡熊英的第一場開幕戰 在自己的主場 我還特地到了球場去 然後我沒有坐在女孩的周圍 我是坐在球場的正後方 為什麼我要坐在那呢 因為我在觀察女孩們 我遠遠看他們 如果我遠遠看了第一次亮相的Winstar 我會是什麼感覺 在大家都還不會跳應援舞 都沒有被帶動過的狀況下 我想要看看這些球迷們經過西本 經過Gary 經過啦啦隊的帶動 他們會有什麼變化 我超開心的 因為從一局 二局 三局 你就會發現大家開始熱絡起來 慢慢的到後面就開始 會大聲的歡呼啊 會有跟著動的啊 即便還是很緩慢 可是你會看到觀眾們 球迷們的一個變化 我就覺得妥當 沒有問題 就是接下來的台岡熊英 應該會很順利 那這集影片 我相信一定會有非常多女孩 一定會來看這集影片 因為畢竟是自己的長官 在說自己嘛 有沒有什麼話想要對女孩子們說 其實私底下 有機會的時候 我都跟他們聊蠻多的 主要在 我覺得是心態上的建立 那首先對於公司來說 一定會很努力的 幫女孩們做規劃 可是 女孩們畢竟是上台表演的人 所以你們一定要不斷的要求自己 你們一定要努力 然後眼光一定要放遠 不要只是去看 現在別人在做什麼 我就要去跟做什麼 去跟做 可能沒有不好 但是也不見得是對的 有很多事情是要適合你自己 跟可能公司要給你的方向 其實要搭得上同一條路才行 好好的努力 好好的聽公司給你的建議跟規劃 讓自己越來越好 接下來 當有機會出現的時候 你才把握得住 我從過去到現在在培訓藝人 我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說 每一個人都在murr說 訓練那麼久 都沒有錢賺 我的父母都在說 我都沒有賺錢 我現在生活過得很苦幹嘛的 就看到你們跟什麼朋友出去 在那邊喝下午茶 真的沒錢 你會去喝下午茶 你騙我沒窮過嗎 我很窮的時候是 連買一瓶礦泉水 我都要去衡量 我要喝多久 那才是真正窮的時候 而不是 你明明就已經狀況不好 可能你還要在社群營造你很好的樣子 其實說真的 那真的沒有任何的意義 好好的經營自己 好好的讓自己的實力 累積好 這才是最重要 再來其次是 很多人都在說我沒機會 我沒機會 今天機會突然來了 我把你安排到台上了 可能是跳舞 可能是講話主持 可能是演戲 結果 測試完 或者是說 驗收完 人家覺得 不夠好 下來之後 你在那邊講說 對不起 因為我真的太緊張了 太緊張所以表現不好 請問那你前面在囉嗦什麼 你懂我要表達的嗎 你自己有沒有先準備好自己 對 你一直在講說 我怎麼都沒有機會 我想要賺錢 我要有工作機會 可是工作給你的時候 你沒有把握住 那到底是要幹嘛 下一次再來不知道什麼時候 而且你表演不好 你知道對於我 對於我們執行長 對於我們總經理 都是我們的背書耶 必須得要扛下這個責任的 就是你們好或不好 這件事對我們來說 我覺得就很重要 它是相輔相成的 身為一個藝人 我就直接說 WinStars我其實是啦啦隊 但我也都把他們當藝人 他們未來一定會是藝人 各方面的發展 一定要有這方面的認知啦 加油 大家都很努力 我知道 所以一定是會越來越好的 那我們也要請 貴田文創 WinStars 是 WinStars 的策略掌 哈哈哈 貴田文創 WinStars 策略掌 你用這個身分 來跟球迷朋友們說說話 謝謝你們支持WinStars 然後也謝謝你們支持台港雄鷹 我們很新 我們也因為是素人 所以我覺得 佔著很大的一個優勢 其實我反而希望 讓大家可以從 一開始看到這些女孩們 最原始的樣子 最素的樣子 一路這樣起步 然後看到他慢慢的努力 慢慢的改變 慢慢的好像越來越漂亮了 慢慢越來越有明星的光環了 這一路的成長 我相信到目前為止 一定有很多的球迷朋友們 有感受到 接下來只會越來越好 謝謝你們一路的支持 接下來還是要麻煩你們 繼續的支持他們 然後也多幫我們拉一些 球迷朋友 一些WinStars的粉絲 進來支持我們 謝謝 OK 那我們影片的最後 我們知道 協志哥還有一個 鐵漢柔情的專長 已經睽違很久了 自己的專長 那就沒飯了 7月20號 在台北的Lexy 7月21號 在台中的Lexy 是兩場個人的專長 歌單非常的豐富 請大家一定要來現場 支持我 那你要去哪裡買票 就請大家到臉書 或者是到Lexy的 粉絲專頁去 做查詢 就會有相關的購票方式 好 那今天也非常謝謝 協志哥 來接受我們的專訪 謝謝長永哥 呵呵 不是叫哥啦 呵呵呵 欸 長永長得很大一隻 但是 他真的小我很多耶 呵呵呵 我只是太陽賽比較多啦 我都沒有防賽啦 作文比較多 可能很多球迷朋友覺得說 啊 順協志到底又在幹什麼 藉由今天 在長永這邊 也來聊一聊 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我在做的事情 是哪些事 連我自己我都非常好奇說 喔 策略長 到底他的工作內容是什麼 那台岡WinSTAR 規劃是什麼樣子 而且可以了解到 執行者 管理者 你們的角度 我們的用心 跟我們的難處在哪 對 對 對 所以小朋友們要更加努力 好 那今天非常謝謝 這要用這要用 櫃田文創 WinSTAR 策略長 協志哥 呵呵 接受我們的專訪 非常謝謝你 台岡熊音 WinSTAR的 FB 還有協志哥的FB Instagram 我們都把它修上去 那大家再多多去追蹤 啊還有我的跟爆嫂 也幫我們追蹤一下 我們多支持 好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最後一題 如果有機會 你們兩個人 會在一起出國嗎 會啊 有機會當然OK啊 我會在安排 走更久的行程 最最最最 最後一個問題 兩個人真的不願意 就是走前手 互派及13秒嗎 不願意不願意 好 結束 謝謝 哈哈哈 哈哈哈